各位,我们都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堕落的身体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堕落的性质 难免不能避免掉入一种沮丧、消极的情绪里 人的情绪是有好和不好的时候 当我们在不好的情绪里 就会表现得很不满、愤怒、烦躁或很不合理的情绪 以致把情绪加害于旁边的人 很多人都说情绪不好时是无法控制住的 总然我们都不愿受情绪的控制 也不愿发泄在旁边的人 甚至会因为这样而痛苦责怪自己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为控制不了情绪就任凭它 要知道我们不是这些情绪的受害者 相反我们必须培养一个能挑战它 并且能够放下它 不让这些不好的情绪残累而吞吃我们信靠上帝的心了 就如罗马书6章12节说 然后西伯来书12章1节也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存心稳耐 奔难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各位的确我们有时情绪会不好 但我们也不能任凭它作网 乃是要跨越它 那如何跨越呢? 首先我们要晓得情绪不好 从不只是不好的问题 当我们心情感到烦躁疲倦 愤世嫉俗 灰心挫败或忧伤时 我们有时就会存有犯罪借口的态度说 我只是心情不好而已 各位 我们从来不会只是心情不好 不好的情绪来时 绝不是无缘无故 没有理由的 我们可能并不总是意识到 是什么出尽了我们的心情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的心情有时会受到我们身体的化学影响 比如荷尔蒙不平衡 而导致不合理的情绪等等 但是当我们的身体运作正常时 我们的心情就会按着对与错的信念 而合理起来 无论我们身体的化学 怎么会出尽我们的心情 上帝在我们的身体与灵魂是同步的 换句话说 我们的心里相信什么 就会表现怎么样的心情 比如如果我的心里一直相信自己是无用 当遇到挫败 马上会掉入沮丧的情绪里了 其实这是人自我的罪性了 但如果我心里相信上帝的应许 即使会遇到挫败而感到沮丧 但心里却需要转向上帝 以靠他的应许得着盼望 这就是不认凭罪做完了 其实情绪不好时 不只是人 环境或身体的化学所促进的 乃是我们心里有些罪而产生错误的信念了 若我们的信念错 就会表现出抑郁 焦虑 心情不好的消极情绪里了 但若我们有正确的信念 就能跨越不好的情绪 什么是正确的信念呢 就是时常记得 呼吁 确认 和相信上帝真实的应许了 但是我知道 我们经常受到我们的情绪指导 比如说 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不喜欢谁 不喜欢去哪里等等 当我们感觉到我们不喜欢的情绪时 我们很快就会寻找 其他叫我们感到更愉快 更满足的东西了 这反而使我们很容易受到 各种各样的诱惑 因为我们人跟着自己的情绪指导 而不是跟着圣灵了 当我们宁可表面性的改变我们的心情 而不对付那底层错误的信念时 撒旦就可以很容易的操纵我们的情绪 那另外 我们不仅受到情绪的操纵 我们也用它来操纵别人 为了需要抵制自己不愉快的情绪 因此我们会利用我们不好的情绪 来让别人不开心 让他们做我们想做的事 或者因为伤害我们而惩罚他们 其实这都是我们的罪恶 自私的本性 为了是自己的利益了 所以当我们的情绪 没有与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爱和衣食 不好的情绪变得更加重 成为撒旦的猎物 不只是被他操纵 并且也会操纵他人 因此我们时常要询问自己 比如我们问自己 为什么会掉入很消极 不好的情绪里呢 原来是因为罪 而导致错误的信念了 我们看事情时常是很主观 很表面 若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信念 是有点偏差上帝的真理 那么我们赶快要安静自己 恢复神的心肠 那么我们就不被情绪操纵 指导 那是能够放下他 其实我们消极的情绪来时 虽然不能马上走出来 但起码不要继续任凭他 发展下去 所以为什么圣经很多地方 告诉我们 不好的情绪来时 要想起和倚靠上帝的话 例如在诗篇42章5节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上帝 因他用笑脸帮助我 约翰福音14章1节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但信我 耶利米哀歌 三章20到21节和24节说 我心想念这些 就在里面有闷 我想起这事 心里就有指望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份 因此我要仰望他 各位 从这些经文里面 我们不好的情绪 是可以跨越的 秘诀就在于 我们转向上帝的应许了 这就是正确的信念 但如果你一直无法 从不好的情绪走出来 而感到很痛苦 那么 主在诗篇34章18节说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各位 很多时候 我们只有因为自己的情绪 而痛苦 然后只要得到一个结果 但是这经文告诉我们 要有灵性的痛苦 灵性的痛苦 就是在痛苦中相信主 面对主 跟主一起度过 虽然我们暂时不能走出来 但主必定会拯救我们 脱离一切的苦难的了 所以各位 我们虽然都活在堕落的时代 所以难免会有 不好的情绪的时候 但主说 不要任凭他 难要信他 信而靠上帝应许的人 不好的情绪 才不能做我们身上的王 乃是能跨越和放下一切 然后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 永远有盼望的路程了